這是我們比較薄脆的部分 它搭起來比較稠一點 有加了油的部分 那另外這一支呢 是只有加蛋跟水的部分而已 這是兩支不同的一個面補 那今天我們很簡單 要來做一個屬於原味系列的部分 那外面的話 它可能只有販賣者 它的Menu上面 它也有單賣餅皮而已 但是它最基本的 第二種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有做三種醬 就是一般的那個 花生醬 還有巧克力醬 還有所謂的奶酥 所以這是 價格帶它如果只有抹醬的話 20到30之間而已 第三個價格帶的話 它基本的有起司 有高麗菜 還有玉米粒 還有培根火腿之類的 這個隨著它包的東西不同 它甚至價格帶拉到90-100 那一般呢 要測試溫度是不是到達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有時候你會看它們會 那個 灑一些水滴在上面 像這種感覺的話 就是其實已經溫度已經到達了 所以說當然要是測試 它外出的 它們都不滿意 它們都不滿意 它們不滿意 在花生花的水滴 今天再掛發 是你不滿意 它們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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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是爆料被在桃根 我們烤完的時候 最後可以再做一個對比 這是薄脆的部分 如果麵糊裡面有空氣的話 或者是說它的溫度 剛從冷藏那邊拿出來來講 還沒溫溫的話 它剛烤的時候 有一些氣勢 基本上可麗餅粉來講的話 它的膨脹氣不用加很多甚至不用加 但是裡面要是有空氣的話 它在加熱的時候比較會產生這種現象 不過我們的粉底稍微經過靜置之後去烤焙的話 經過第二次烤焙的話 它應該是很完整的 但是應該是孔洞會很少 因為我們有在添加一些比較特殊的材料 讓它經過靜置之後 空氣的量稍微跑掉的話 基本上這個現象就不會產生 那這個是所謂薄脆的部分 那我們厚脆的部分呢 那這個也再提醒一下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要讓你的餅皮更香濃的話 你的水的部分呢 還是可以去加 改成鮮奶來做取代 至於那個烤焙的時間的話 隨著你的爐具的大小 還有你的加熱速度不同 你可以去修正那個時間 那我們後面所看到的這一台 這一台的機台 它的直徑呢是30公分 一般的進口的機台 可能它都是大片的 有到40公分左右 如果40公分的餅皮折起來 來講的話 放在我們這個盒子裡面就剛好 那如果是說像這種30公分的話呢 它應該是裝那個屬於半圓的部分 就不用 盒子就不用那麼高了 是半圓的部分 OK 以上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我喜歡這邊的一個 也沒有 我喜歡這邊的部分 我喜歡這邊的部分 我買一包 我買一包 都買我 好 我買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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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